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以前六百四十六集 封印之人并没有想给其留什么自由空间 三玄殿里其实就是一个索妖镇 只不过这索妖镇有一个部位被破坏了 每到晚上十二点阴气和魂气最重的时候 那精怪就可以凭借自身实力和他拥有的操控魂气的能力 将索妖镇破损位置给撑开 如此便可以有一缕残魂从那阵法中钻出来 这 他只是一个精怪 怎么会有操控魂气的能力啊 这个我也不清楚了 我也曾经试探性地询问过芙蓉格警官 但是他却并没有告诉我 不过他在外面逗留时间有限 我也观察过几回 他在外面只能逗留一个小时左右 一小时后 他一散出的魂气 就会重新回归封印之内 我也不知他为什么不在外面多待一会儿 他的残魂即便和魂体本体分隔开来 只要残魂不受伤害 他的魂体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 他的道行也更加不会折损 搞不明白 他为什么每天要这样的进进出出啊 既然想待在外面 哪一直待在外面 岂不省得每天这般麻烦吗 张凡听了看了眼老和尚 老和尚说得很对 既然想待在外面 便一直待在外面好了 这残魂完全没有必要每天进进出出啊 而且这样的话 要坑杀打听大风庙情况之人 也不用故意定什么时间了 只需要那些人随时过去 岂不是更加方便吗 对了大师 那妖神木的事你知道吗 妖神木 这大风庙里有妖神木吗 从这老和尚的反应来看 他应该是不知道妖神木的事的 当初也是云叔无意中救的那个孩子 然后云叔便把那墓鱼 一直放在修炼佛法之地 从未主动使人 老和尚并未进过云叔大师 修炼佛法的地方 所以他不知晓这妖神木 倒是也正常的 若是真的有这妖神木 可千万不能落入 这两个丧心病狂的精怪手里 这点大师可以放心 这东西并不在他们的手里 那就好 对了大师 您刚才说 佛容阁精怪一直要找你 是为了找你帮忙 他让你帮什么忙 他让我把你父亲当年留给我的医书副本给他 他的身体和灵魂结合处受了很严重的伤 他想凭借你父亲留下的医书副本 将伤势治愈 听到这话 张凡点头 大瓦之前为佛容阁精怪熬制的汤药 就是为了要治疗 肉体和灵魂结合处的伤势的 我在被废 经脉被封后 我就直接把你父亲留给我的 有关于医书的副本给毁了 我就是担心这些个东西 被坏人所得 毕竟我已经是一个废人 也没有能力再保护他们了 但这些话我却并没有跟他们说 如果我跟他们说了实话 那医书副本已经被毁 那我便没有了利用价值 他们很可能会杀我 没错 这事不能跟他们说 就这么把他们吊着 是对的 张凡也认为 老和尚的做法 是一种正确的自保手段 虽然你和云书并不熟悉 但云书的实力 你应该也知道吧 知道 短短八年 就从一个普通人 成长成了一个 实力处于第二境第五段的强者 此人天赋 非比寻常啊 我当年从一个普通人 成长为这般实力 可是足足花费了三十年呢 听到这话 张凡眉毛一跳 这么说来 您并不清楚 云书在三玄殿里面 获得了传承 获得了传承 老和尚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惊叉了 哪这么说 三玄殿里 除了那只金管以外 应该还有别的人了 应该是这样 不然的话 他的传承 又从哪里来呢 哎呀 没有想到啊 我在这大风庙里 活了这么多年 居然没有发现 三玄殿里还有别的人呢 说到这里 老和尚把头抬起来 妄想张凡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和云书已经商量好了 他帮我去套 富荣格金怪的话 尽可能帮我打听更多的 关于大风庙的情况 还我父母的消息 这的确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大师 作为晚辈 我想请您吃顿饭 老和尚和自己父母 乃是生死之交 自己做晚辈的 理应有所表示 哈哈哈哈 不应该你请我 应该我这个做长辈的 好好招待你 你也别跟我大事大事的了 你父亲都没有我大 但是我们两个人 却算是同辈人 你干脆叫我一声大伯好了 老和尚望向张凡的眼神里 充满了真挚的感情 张凡小的时候 老和尚没少和张凡在一起 而且他也没有孩子 张凡又是他最好的朋友的孩子 所以 与张凡自然是颇为亲近的 好 那以后我就称呼您为大伯 咱们走吧 老和尚从炕上跳下来 他虽然年纪很大了 但走路却一点不含糊 腿脚十分的利索 状态也是很好 特伯 您既然已经出家了 那咱们是不是得找一家素食店呢 张凡问爸 那老和尚却是不以为意的摆手 哈哈哈哈 酒肉传尝过 佛族心中留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